由总统马英九率团出访的盛宏专案 在当地时间27号晚间9点55分 抵达美国洛杉矶过境 由驻美代表金普聪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热光街机 互动气氛热络 透过盛宏专案行程 马总统先后造访了友邦圣多梅普林西比 布吉纳法索 并参加了宏都拉斯新任总统延南德兹的就职典礼 回程过境洛杉矶 不过落成桥界可是期待已久 近400名侨胞老早就列队守候在马总统下套的饭店守候 加油声此起彼落 总统抵达后也亲切地向侨胞们逐一握手致意 并透过媒体向侨胞们拜个早年 分享新年祝福 我们向所有洛杉矶的侨胞拜一个早年 祝福大家新年愉快 万事如意 马年行大运 加油 马总统在饭店稍坐休息后 隔天上午安排前往雷根图书馆参访 紧接着来到中华会馆与马市公所拜会 晚间侨宴过后就立即打击反台 它已经来了我在这 她已经来了我在这 我们在这 我怕你又 agencies连不谈翻它的